一万块我不要了 换你一顿皮 皮肉之苦 行吗 来吧 三年前 你拿刀子吓唬我 你吓死我了 你知道吗 吓唬我 叫你吓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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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开 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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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莫迪 黄涛 黄涛 你看给我把我报警 报 赶紧报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一个大厂的厂主任 干私活 赚外快 我是流氓 我不怕呀 我不是流氓吗 我无所谓呀 你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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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真应该感谢我这个不耐 为了你俩在一起 我可帮了你不找忙啊 你滚滚 为了你 拜托 你 拜托 拜托 真的本托 拜托 拜托 你什么得的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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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迪你醒醒 要不要走 莫迪 莫迪 莫迪你醒醒 你看我一眼 你 你 大夫 她怎么样了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朋友 朋友 不 我是她未婚妻 刚才是你签的字 好 跟我来 我说她的情况 过了开门手术 脑子里的血种已经清楚了 但是她脑组织受到了一定破坏 先看二十四小时 她能不能脱离生存危险 大夫 脑组织受到破坏是什么意思啊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成为植物人 大夫 大夫 那 那又是不严重呢 她受损的区域是视觉控制和肢体运动功能 会引起永久性功能缺失 也就是说 可能会双目失眠 四肢出现运动障碍 不过 对着康复治疗 可以把不利的后果降低到最低程度 那 那 那最好 能康复到哪一种程度 这个 现在还不好说 等二十四小时后 如果她速决过来 再根据情况 制定下部治疗方案 对着康复 是 的 大夫 大夫 怎么样啊 血压和心理有基本正常的 问题是 他仍然处于无意识状态 大夫 他真的 真的会变成植物人吗 一般来说 如果患者连续一两个又不行 我们才能宣布他为植物人 继续观察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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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指示啊 有什么指示啊 乔主任 啊 莫迪回来了 是吗 怎么样 最近他好吗 他不好 在医院呢 他怎么了 没想到 你还那么关心他呀 他 他现在在医院 昏迷不醒 具体情况 我也不大清楚 我听说 是商业纠纷 哪家医院 你带我去看看 快走啊 这怎么弄的 这怎么弄的 怎么伤成这样了 具体情况 我也不清楚 医生说是脑损伤 不过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了 可能要昏迷一阵子 怎么会成这样呢 雨萍 其实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我们三个人 从你跟周远方 到你跟老别 不管你怎么折腾 不管我 我怎么对他好 可是他的心里 只有你一个人 我想 我想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我累了 我也倦了 现在 我把它让给你 你俩好好过吧 你想多了 我跟莫迪 你 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配不上他 说这话你信吗 你自己信吗 我敢保证 明天他一醒来 第一个问到的还是你 行了白饼 你就别跟我在这儿牵上了 好 你在这儿吧 我先回场 顺便通知一下他的父母 那呢 先别通知他的父母了 他父母年龄大了 别让他们跟着着急上火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们有生命危险 等过一段日子他好起来了 再告诉他们 行吗 白饼 你永远都这么大度是吗 你永远办事都这么周到 对吧 可是你想没想过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 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是你还是我能天天在这儿照顾他呀 我照顾他 你先回场吧 行 对 那我先回场 开会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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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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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会儿的功夫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啊 莫迪到底怎么受的伤啊 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也没说他是怎么受的伤 就说是乔纳把他送来的 我现在就是着急 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把这些啊送到常办去 组里这些事就交给你了啊 好 那小尾巴怎么办呢 放着大紧了 这事肯定跟乔纳有关系 他凭什么把莫迪托付给你啊 这时候知道发扬风格了 你就别管乔纳是怎么想的了 就冲当初莫迪为了帮我跟小尾巴 把命都快搭进去了 这个时候我就应该站在他身边 莫迪确实是个汉子 可他现在伤得这么重 阿燕你觉着呢 你还不了解玉萍的脾气吗 玉萍你放心吧 这组里的事就交给我们了啊 钥匙交给你了 好 我先去医院了啊 你慢点啊 我先去医院吧 我先去医院了 好 我爹 我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爹 我爹 莫爹 莫爹你 你听得见我是吗 你醒醒 你醒醒 莫爹你看我一眼 莫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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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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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真没想到 莫迪居然会伤成这个样子 小白 我这钱不多 留给莫迪看病了 小白 我能跟你说两句话吗 你知道乔娜今天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吗 我也是刚知道 她是要去省里参加省团代会 这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知道 我跟乔娜已经好了三年了 对不起啊 小白 我 我今天有点乱啊 我想要跟你说的就是 莫迪其实是为乔娜受的伤 真的 我真的觉得莫迪是条汉子 即便在我告诉她乔娜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后 她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帮助她 丢了两万块钱不说 还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小白 请你不要再追究 莫迪到底为什么会为乔娜受伤好吗 现在是乔娜的非常时期 她有今天的成绩也不容易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这些 谁知道呢 可能就像莫迪一个心思喜欢你 乔娜又是一个心思喜欢莫迪 我也是一个心思喜欢乔娜一样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再看她 哪一样 才会送你 扩护 莫迪 扩护 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爹 我给你唱首歌吧 有位年轻的姑娘 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 在那台阶上 逃过淡淡的姑娘 亲爱的姑娘 亲爱的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听见吗 莫迪 你能听见我在说话吗 说话呀 你还记得 记不记得那会儿 我们一起去劳动 你就让我唱歌给你听 我就唱了这首歌 结果我唱了一遍 你就记住了 你还唱给我听 不过你这个人呀 唱歌总是跑掉 是不是无影不全 我发现了 你们会画画的 就只能拿笔 不能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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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我怎么卖给他了 是啊 你准备什么时候 让咱们去看莫迪啊 咱们换日班照顾 你也好放松一下 别老拦着不让我们去 我不是要拦着你呢 他现在不是病了吗 我想让你们看到他现在这样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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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呀 这是彻底要跟莫迪在一起喽 我就怕呀 莫迪醒过来之后 不愿意接受我 你说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事 算了不说这个了 我最近可是看了几本书 那书上说了 要想帮助病人 恢复到最原始的生活状态 必须要给他营造一种气氛 就是让他喜欢的人呀 他喜欢的事让他多接触 慢慢呢他就有这种感觉了 他就恢复记忆了 我想过一段时间 莫迪稍微恢复恢复 你们就去医院多看看他 行行不行行 不行 我不敢去 我不敢去啊 我哪敢去啊 我害怕他 当初我拦着你 不让你们结婚呢 你别想跑啊 这可是玉萍给咱们下的命令 以后啊 我们都是帮扶小组的成员了 朱姐我告诉你 没你不热闹 那你az电区 你挤人入狂 我闭上 figured 另一档 そして spirituality 我看你照顾得有滋有味儿啊 莫迪是怎么受伤的 什么 莫迪是怎么受伤的 商业纠纷 具体情况我也不大清楚 是这样吗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问问你 莫迪他是怎么受伤的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已经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 我只是想听听 从你嘴里面 是怎么说的 你想知道莫迪怎么受伤的对吗 我告诉你 莫迪是为了你受伤的 这下你明白了 这下你明白了 他为了我 是 是我上了黄涛的当 可是黄涛为什么要跟莫迪结仇啊 不就是因为莫迪想跟你结婚吗 想给你小尾巴赚钱 才会被黄涛捅了 他才会拿着刀找黄涛去报仇 才把钱要回来的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你说他爱鬼刀子啊 你不知道吧 你当然不知道 莫迪怎么会让你知道呢 你知道了还会要他的钱吗 他对你的爱多无微不至啊 这件事情我真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你知道吗 你以为 你以为他结下的就是欠债的仇吗 他结现在要命的仇 你明白吗 所以黄涛才会处心积虑地骗我 骗我上当 害得莫迪最后还记恨我 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是他的怨恨 我得到是你们俩一起欠下的债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看看他呀 还是那么不帅气 那么迷人 就像我在场里第一次见到他那样 这么多年了 我为了他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工作上 在你们吃饭跳舞聊天唱歌的时候我在工作 我不敢得罪每一个领导我才走到了七天这一步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是我 我我才是那个最优秀的姑娘 我才是那个最值得你爱的姑娘 你知道吗 可是他呢 他所有的目光都在你身上 他恨不得拿照相机 你把你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微笑都记录下来 你知道我这每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你 白玉萍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不如你温柔吗 还是我不如你漂亮 还是我不如你会卖弄风骚 你说呀 来 你看着他 你看着他 他为了你 他为了你 他为了你自会前程 连工作都不要了 他为了你拿刀去跟人家拼命 就为了给你赚钱 你明白吗 你毁了他 你毁了我的目的 你把他变成了一个疯子 一个废人 一个探子 你毁了他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必须承认 是你欠他的 是你欠他的 所以 你必须照顾他 白玉萍 我问你 你还爱他吗 乖 对 你爱他 对 我成全你了 我把他让你了 我跟你争了这么多年 我不甘心你知道吗 俺传谁来没有 可是老天爷是公平的 现在这个莫迪 已经不是那个风流値傅了 才华横溢的莫迪了 他就是不是植物人 她这辈子 不可能再拿起照相机了 但是白玉萍 我知道 你依然会爱她 对吗 你爱她吗 你问这话有用吗 这么多年了 她连一个真心的微笑都没给过我 她给我 她对我有一点怜悯吗 你问这话有用吗 白玉萍 爸爸 你用手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问问自己 莫迪为什么会善成这样 她是为了救谁才善成这样的 我告诉你 她是为了救你 不对 你不会善成这样的 她是为了你 她是为了你 她怎么会为我的 她从来都还为了我 你来 走 医生 医生 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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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我照顾了你 十天十夜 你知道吗 你昏迷了十天十夜 你担心死我了 莫迪 莫迪 你终于醒了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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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恨我 周末 大夫 怎么样啊大夫 情况怎么样 乔同志 你是病人的未婚妻 我们还是单独谈谈吧 在这儿说方便吗 那好吧 病人现在虽然已经苏醒了 但是 他的右半边身子没有反应 只是肢体运动功能缺失 是脑损伤留下的后遗症 大夫 怎么说 他一辈子都是残疾了是吗 残疾肯定会落下来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我要说的是 接下来对他的护理和治疗 在接下来的10到15天期间 他会经常 胡言乱语 烦躁发火 严重时 会出现强烈的暴力行为 在医学上就要沾望 不过随着治疗 这种症状会消失的 现在 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耐心 我不管你们谁来照顾他 都要尽可能地 帮助他回忆美好的过去 鼓励他自强 好吧 好 谢谢 你赢了 我退出 不过 不过 你最好不要把我和莫迪的事 到厂里去乱讲 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 对谁都没好处 我可以什么都不说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 要小人不知 除非几乎 说得多好听啊 行啊 这会儿你可以看我笑话了 使就笑啊 让我看看 你觉得你可笑吗 我告诉你 你可悲 莫迪都伤之什么样了 你想的是什么 想的都是你自己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你天天想着算你 你活得累不累啊你 我想着他好多年了 谁想过我 玉萍 玉萍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咱俩是老同学 我求你了 这事千万别说出去行吗 你就说莫迪自己摔伤了好吗 莫迪现在醒了 你还可以从他那得到感情 不是吗 可我什么都没了 我什么都没了 我快崩溃了 我求你了 玉萍 心心好啊 娜娜 其实你真的不用求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如果你还能记得 你要是能记得我们是老同学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 别总是算计 不要总是想着德与诗 认认真真地活着 心上天地宽 心上天地宽 你好好的 我希望有一天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内心的快乐 行吗 我记得你的话 但是你也要记得你的成诺知道吗 是值得一句 是值得每十年 都没有人 exploded 没人 你还冒了 你这也更冒了 我现在不冒了 你我做什么 那只要冒了 你还冒了 你还冒了 我les